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18号花莲地区是维持了零确诊 而在下午的防疫记者会当中 是由秘书长张艺华卫生局长朱家祥 特别针对了花莲县的防疫作为 和接种疫苗的状况以及预约情形进行了说明 张艺华秘书长也特别呼吁相亲 疫情虽然有趋缓 但不要掉以轻心 并且鼓励大家踊跃地施打疫苗 来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18号花莲维持零确诊 秘书长张艺华也对目前花莲施打疫苗的情况 进行说明并表示 到今天为止花莲施打疫苗的覆盖率达24.2% 到7月18下午1点为止 我们的覆盖率 一样是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出将近4个百分点 花莲的覆盖率是24.2% 有78,074个乡亲来接种我们的疫苗 全国的覆盖率是20.9% 我们非常谢谢花莲乡亲 大家互相提醒 互相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能够让自己符合 接种条件的 都能够尽量来参与 卫生局长朱家翔也呼吁乡亲能够踊跃地预约施打疫苗 获利县政府也正在进行清零计划 乡亲民众可以利用1922网络专线预约疫苗的施打 一到第八类会利用两个星期进行疫苗的施打作业 第二季的一二三类可预约施打以及孕妇都包含在内 所以整体来讲花莲疫苗施打的整个涵盖率 覆盖率一直都高于全国大概四个百分点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我们的医疗院所 大家共同合作后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24 24.2%了 我想快要到四分之一了 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覆盖率越来越高 那使得我们把口罩脱掉 那刚才秘书长特别提到所谓的清零计划 在我们一到八类的这个几次的大型的施打战之后 那或是说在之前比较积极的这个接种之后 那有些乡亲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那没有办法来施打 所以我们希望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把这些符合一到八类符合条件的乡亲 那没办法施打的 之前没有办法施打的 那藉由这两个礼拜 把它都能够接种疫苗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